据媒体报道,欧阳娜娜15岁从美国科蒂斯音乐学院休学, 时隔三年决定再次回到美国进入波士顿伯克利音乐学院学习。 她日前在Inst发文感性谢谢粉丝一直以来的支持, 却因为一句成语南辕北辙用错了意思,意外引起网友留言开战。 掀起热议后,欧阳娜娜也悄悄编辑原文,现在已经删掉南辕北辙四个字。 据传欧阳娜娜至少会花费三年时间完成课程, 换句话说,也将有一段时间不会再出现在荧幕上。